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讲 咱们再来往下讲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引用它之后呢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一工作 做一什么工作呢 咱们就干脆直接来去实现一下 看一下这个WTF这么一扩展 我们究竟怎么来去使用它 所以回回来呢 我们去直接去构造一下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WTF 它所对应的扩展 那对应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已经把它去 一个记取的一个基本的代码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咱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究竟要怎么去做呢 咱们在去做的时候呢 咱们先来在后端当中 把表单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给你定义出来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先去定义 那个表单的模型类了 那我要想继续定义 这个表单的模型类的话 怎么去进行定义呢 我得首先去以类的方式 来进行说明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以类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表单的出向类 定义 表单的模型类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把它定义的就是关于注册的部分 register register form 然后呢 这个类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那你想 这个东西应该跟张购里面 是比较类似的 张购里面我们再去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你创建出来的每个表 构建出来的模型类 它那个类实际上是不太有的一个负类呢 得依靠着负类来完成功能吧 那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定义这样的表单的抽象的模型的时候呢 它也得继承一个负类 那这个负类是谁呢 是从这个flask 然后呢 这个wtf当中 它要去引入 引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引入一个flaskform 这个是表单模型的抽象的负类 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继承它 flaskform 然后呢 引入之后的话 比如说这是 我们把它写下 自定义的 然后呢 注册表单抽象 注册表单 模型类 好 这里面写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跟之前定义这个模型的时候 方法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去补充字段了 比如说我现在说了 这个表单 你在从前面往后 给我传数据的时候呢 应该会给我包含一个用户名 那我就把这个用户名给你放到这 username 放到这 用户名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这个用户名 如果在进行前单模板渲染的时候 或者在后端使用的时候 它究竟是哪种类型 我必须要给它指明出来 所以呢 这个数据到底是哪种类型呢 我们要去使用了 那去使用的话 怎么去用呢 我们在这里面还得去引入一个东西 引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从这个wtfforms 从它引入进来 那这个wtfforms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安装 原因在于哪呢 刚才我们就说过了 flaskwtf这个扩展 它实际上就是对wtfforms的 进一步封装了 所以当你安装完flaskwtf扩展之后呢 它因为依赖于它 自己都把这个连带安装好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从最核心的wtfforms当中呢 来去引入 引入一些相对应的 这个字段的类型 这些字段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这个网页的课点当中 有相对应的 在这里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外表单 这是关于wtfforms支持的 关于每个表单的模型类当中的 每个字段 它都是哪种类型的 看一下 它有文本类型呀 多行文本呀 密码呀 还有隐藏字段呀 通通的 你只要之前能够在html当中 写input的 太不懂于哪些类型 在这里面通通的 都是有相对应的 都可以去选择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回过来来看一下 假如我说当前的这个用户名呢 它是哪一种类型的呢 它就是字符券类型 那我把它就叫做string field 我把它导入进来 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你虽然说所有类型都在这里面 但是也不要去使用from星 而是一个一个去使用 string field 好了 那就说了 用sername呢 这个用户名字呢 应该是string field 放到这 放到这 它是这种类型 放到这 它是这种类型之后的话 然后呢 对于这个用户名 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最终 我们刚才去看到的时候 就是说 在模板使用的时候 在模板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说不需要我们再去写 那个input的输入框了 不需要写入输入框 而且连带的 关于这个输入框的描述文本 都可以不用去写 但是如果不去写的话 你回过来 在这个地方构建模型抽象类的时候 对应于这个字段 你就要去给它添加一个说明信息 也就是说添加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一定要添加进来的 那个标签呢 就作为string field 就是它的一个属性了 把它叫做label label当中我们现在要去使用中文的话 咱们就养成习惯 尽量的加上这个u 去说明它是unit的类型 然后呢 比如说它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用户名 这是用户名 我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我说了 你对于这个东西 在定义好的时候 就可以连带着 最后再去使用它的时候 怎么教验这个字段 一旦一定也去给它说着好 那怎么去定呢 就在这个地方 再给它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传一个叫做validators validator validate代表是验证的意思 validator呢 就是验证器的意思了 就相当于 要把它进行什么样的验证 而且你发现它是一个辅数吧 所以对应于这个参数 你可以进行多种教验 那也就意味着说 validators呢 传的是一个列表了 我把这个参数给你写明一下 这是说明 说明标签 笨拆着叫做名字吧 名字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叫做验证检验器 或者叫做验证器 验证器专门用来进行校验的 那这种校验的话 也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去写 那在这个wtf当中呢 也帮助我们预先定义好的一些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想进入引入的话 怎么去引入呢 在这里面from 然后呢 wtf还是最根本的这个扩展当中 有一个你去点一下 有一个叫做validators 在这里面 它封装了预先定义好的 各种各样的检验器了 那检验器 都有哪些呢 也是在这个课件当中有的 看一下 它存依供的这些个检验器 通通的有一个data required 代表是确保当中的字段 必须是有的 而且是判断的时候呢 必须不能为空 然后equal to 代表是交验两次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呢 去判断长度满足不满足 如果是整数的话 还能判断一下 总数的输入范围 包括你验证这个字段 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URL 还有呢 是这个字段输入的 这个输入去值 是不是在你给它列的 可选范围之内 还有呢 不在你的可选范围之内 也说关于这些逻辑呢 它都给进入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用户名呢 我们只要求你是必须要传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引入过来 那引入过来的话 咱们还是从上面来进行引入 它在哪呢 Validators当中有一个 关于这个用户必输入的话 就是Data Required 这里面Data Required 我必须让你进行输入 好 把它引入过来之后的话 咱们把它放到这 那这个Data Required 这个验证器呢 咱们把它注释 也写一下 Data Required 这个验证器呢 是保证 数据 必须填写 并且不能为空 这只关于这个东西 然后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 你把它当作函数来理解也可以 你把它当作类也可以 反正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通常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类的形式 放到这了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给它去创建一个对象 放到这 那这个对象当中呢 括号里面 可以去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呢 如果一旦对于这个字段 在进行校验的时候 不合法 不合法的话 你想给它进行 什么样的提示信息 我们可以把那提示信息 放到这个参数里面来 你看一下 它给我提示里面 是不是都说了 叫做Message这个字段 也就是提示信息 那好了 我直接把这个参数呢 给你放到这 我现在也想出入中文 比如说是 用户名必须填写 用户名不能为空 用户名不能为空 好 我就给你放到这了 那好了 关于这样的教验 也烦了 紧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咱们再来给他去填写另外的两个参数 比如说还有一个字段 就比如说把它叫做password 第一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的话 它有一个专门的类型的 就是password field 所以我们使用它 然后呢 还是汤彤的 label要去写一下 这是密码 密码之后的话 相对应的 validators往往后去传 传的话 它也是要求必须去传的 所以大家就写一下 这是密码不能为空 密码不能为空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相对应的 是不是还会有一个确认密码啊 比如说 把确认密码 把它就叫做password2 password2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是确认密码 然后呢 相对应的validators 这里面是确认密码 不能为空 紧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那个确认密码 应该在进行校验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也要跟 第一次的密码 应该是一致的呀 对吧 所以有一个叫做 equal2 从哪呢 从wtfvalidators当中 有一个equal2 我们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的话 在这里面直接去 再往后去传 equal2 equal2的话 你把它也可以当作 是一个类的方式 然后呢 在这里面也要去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呢 需要传两个 第一个 它跟谁进行比较 那好了 我在这里面怎么去传呢 直接去传一下 相对应的 它跟谁进行比较呢 跟password来进行比较 我们需要根据这样的方式呢 来去指明一下password 要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当前呢 你得是使用这样的 字符传的方式来去指明它 跟这个password来去进行比较 接下来第二个参数 代表的是说 如果在这个地方 要念不合格 它提示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 所以马上写下 这是两次密码不一致 密码不一致 好 把它放到这 那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当前的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就交易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再来往下去写的话 比如说 我们当前的这个表单呢 就给它定义出来这些行为 这些行为定义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 给大家去提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再去写其他的字段了 这个字段 写完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怎么去用呢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直接要去 往上走 我们在这里面 专门去定义一个 对应的注册的 一个register register 这个第一个注册的路由 然后呢 相对应的名字 我也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说了 咱们先来一开始 先怎么去做呢 我先不去管接收数据 而是说 先来去管一下 先让它能够看到页面吧 对吧 所以我先去看它 看到页面 那怎么去做呢 我在这里面 直接先得去创建这个form 类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form 这样一个对象吧 它是谁的呢 它是register这个form 然后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 创建 表单 创建对象 创建完对象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让它进行去渲染模板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创建模板的话 也引入进来 从plus当中呢 有一个render template 引入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去操作 render template 我进行渲染模板 比如说现在呢 我还没有去做 那我先把它定义出来 比如说就叫做 register.html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我师父要给存三说 那我就把form给传过去 那我就在模板当中 我也给它请名字叫做form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是刚才所创建出来的这个form 这样一个东西 好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呢 开始去定义相对应的 templates 定义这个目录 然后呢 在目录当中的话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 相对应的模板 register.html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咱们去写相对应的了 相对应的 在这里面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我左边 分着来看 左边我这里面 已经定义好模型类了 那右边当中呢 在这里面直接去进行输入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在这里面去定一个form的标签 这是也要定出来的 它的请求方式呢 对应的应该是pose请求方式吧 放到这儿 待会儿呢 这个表单 我让它往哪发呢 也是往同样的这个路由里面去发 所以那action我就不写了 紧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去天写相对应的资论了 天写相对应资论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传入进来的这个form的对象了 form对象已经传过来之后的话 首先我要给它去把用户名给你列出来 用户名的那个输入 你可以在这里面随便去写一个比如说he的这样的标题 这是用户名 然后呢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怎么去写呢 不去写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这个东西 咱们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大括号的方式 然后呢 把form对象 传统官的form对象里面 dr user name 然后呢 它dr label 把这个label的这个值呢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label所对应的文本 签到这了 那当前只是文本 如果你说了在页面当中想给它添加样式的话 怎么添加呢 你在外面去进行扩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给你添加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p标签吧 相当于这是一个段落 你放到这了 就相当于你想控它的样式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先控制就可以了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还想给它提供什么信息呢 这里面说明文档说明完之后的话 底下是不是还有关于输入的东西了 对吧 还有输入的东西了 所以呢 把是一个输入框 也就是说 也是form当中的 然后呢 也是user name 这时候你直接把这个user name算 放到这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个输入框的话 我给你放过来 也可以放到这 可以放到这 通常对于这个label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给它加这个东西 因为它最终把这个label渲染好之后的话 它里面会有相当的样式 而对于输入框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仅仅完成的就是input的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p标签来给它进行换行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渲染结果 相对应的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看一下什么东西呢 如果说你去想 用户最终在填写参数的时候 填写参数 结果发现错了 发现错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应该还是让用户 还得看到这个页面呀 对吧 还得看到这个页面 看到这个页面的话 那当前那个错误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我是不应该也在模板当中 能够给你展出来呀 对吧 那关于那个错误怎么去做呢 比如说当前就是有用户名 好了 用户名的输入框的下面 我专门来给你展示相对应的信息 那怎么去展示呢 还是这个大括号 模板面亮 谁呢 farm当中 在farm当中 user这个name 一旦我把这样的字段写好之后 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属性 叫做arrows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在这个 应该是在这个课件里面的话 还没有去写这一点 所以大家这点要清楚 要有一个arrows 这个arrows是专门关于 对这个字段进行校验的时候 如果校验出错的话 它会有哪些提示信息 那这个提示信息 arrows是哪来的呢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去写的 如果你加了一个校验器的话 arrows里面就有一个 如果你像我这个里面 加了两个校验器吧 是不是就相当于 会有两个文本呢 所以arrows如果两个都出错的话 那它在这里面可能都会出现 所以呢arrows 对应的是辅数 紧接下来 既然是辅数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一条一条形展示啊 那一条一条展示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呢 现在咱们还没有去讲呢 咱们就顺带地把这个题了吧 这个在模板当中的控制语句 e-f跟fault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语法跟谁 跟在张公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大括号 百分号 e-f 结尾的时候 n的e-f fault循环的话 也是大括号 百分号 fault什么东西 e-什么东西 结尾的时候 也是n的fault 是不跟张公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拿过来用了 我现在想便利它了 我把它去掉 我现在呢 就为了去使用它 所以呢 我进行相对应的便利操作 便利操作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 我实际上得是大括号 百分号的方式 fault fault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错误信息 message 印哪呢 印这个fault.user 内姆里面的这个arrows吧 arrows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相对应的 我把闭合的东西也写完 应该是n的fault 然后这写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 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 嵌入那个其实信息了呀 那这个其实信息的话 比如说还是给它 加上这样的一个p标签 加上p标签 那这里面的message呢 就直接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键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字段就写完了 一个字段写完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 其他的字段 都是这么去写的 我就把另外两个字段 都给你放到这 第二字段呢 就是关于 关于这个用户的密码 是吧 password 所以放到这 这是password的label 这是password的 那个输入框 这是password的那个 arrows 然后呢 这是password2 我给你拿过来 这是password2的 这也是password2的 这也是password2的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一贴 是不是都写完了 然后呢 写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还少了一点 刚才咱们定义 这个模板表单的时候 你去想最终提交的话 是不是还用submit的按钮啊 对吧 submit的按钮的话 在这个地方 在进行模型抽象的时候呢 它也是要放到模型类里面 来进行抽象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回来 在这个模型类当中呢 把submit的那个按钮 也给你抽象回来 那么把它就叫做submit 放到这儿 submit的 然后呢password 应该是 这个是submit field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应的submit field 放到这儿 submit field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呢 label 我给你写出来了 label呢 比如说它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提交 提交放到这儿 对于提交按钮的话 就没有交验器了吧 所以就没有了 我们就不再去写了 放回来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这个地方 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直接就去写了相对应的 然后呢 它应该是form对象里面的submit 这个按钮吧 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写相对应的那个label了 然后呢 因为这个submit的话 我们来去想一下 这个submit的话 写完整之后呢 在相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它自己就会把那个东西给它填写完整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就去写form里面submit就可以 这是关于这两点 这一点写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去让程序运行一下 我让左边程序运行 运行之后 我们回过回来 来看一下浏览器当中行为 127.0.0.0.1 对应的是5000 然后呢 应该是register 现在看一下 这里面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CSRF的那个东西 这里面CSRF的那个东西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WTF里面实际上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对应的能够帮助我们完成CSRF教验呀 对吧 CSRF这个教验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呀 它是怎么教验的呀 它教验的时候是不是离不开两点呀 第一点是你请求的时候的Pookie里面必须包含一个值吧 这一点就还有印象吗 还是没有详细的去说过这对 那我们待会再去说这个CSRF的机制 我们现在让大家今天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CSRF那个机制的话 它离不开两点 第一点要求你的Pookie当中必须包含一个值 第二点要求你的请求体当中必须包含一个值 它的教验呢 就是对这两个东西来进行对比来进行创断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既然如此的话 Pookie当中要去设置一个CSRF的那个token的那么一个值 那在Flux当中只要去设置了Pookie的这样一个值的时候的话 那个CSRF的那个Pookie里面的值呢 它也是需要就跟那个Session一样 也是需要用到一个SecretK来进行混淆处理的 所以呢也就是说 既然在这个里面设置到CSRF的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还得去把那个SecretK给它补充进来 让它能够去拿着那个东西进行混淆处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去创建一下APP当中的Config Config里面对应的SecretK S-E-C-R-E-T 放到这儿 然后呢咱们从Bans来去写东西 写完之后的话 好了这个Secret配完了 SecretK配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让程序重新再来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再来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你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个页面当中应该是我在右边去写的时候 这个第二个phone是不是出了问题啊 应该是哪个地方 password label label 2 然后呢phone messaging password address 按的phone 应该在哪个地方摁得爆这两个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这是validators 应该是在这个validators这个地方 我会在左边是不是写的问题 这个地方吧 我为了去换行 那咱们还是给它提到回到那行 我放到这儿之后了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这里面多了个多号 就这里面多了个多号 那我再给它换下来 好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让程序重新去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 回过回来 咱们再来去刷新一下这个地方 现在看是不是有了 那在课件当中 大家可能看到说 刚才这里面是不是要加一个那个括号了 这个括号你可加可不加的东西 你把它当一个属性换过来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眼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右击这个地方显示页面原代码 看一下这个页面原代码当中 所对应的具体的数值 现在来看一下 label是不是相当于写的东西啊 它给我放到这儿了 紧接下来 这个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个表单的这个行为 表单这个行为的话 我在这个门P标签里面 是不是嵌入那个属性啊 回过来 它在一个P标签当中 中间的input是他帮我完成的 然后你要去注意 我说了优算name是字符拽的行吧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放type是不是text啊 然后我说了密码 是不是password的行啊 你看一下type是password的行啊 相对应的 它都是按照这样方式来帮助我处理的 紧接下来相对应的这个subbing的按钮的时候呢 它也把我写的那个label直接放到这里面来了吧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直接帮助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渲染操作了 这是观众第一步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